大家好 我是建志 今天要簡單跟大家講 關於天花板包樑的一個設計 在我們的空間當中 有很多的樑或柱 我們都要做一些設計包覆 特別是樑如果它的設計不當 會對我們的空間造成壓迫感 那有幾個包樑的方式 要跟大家來分享 第一個我們最常見的 就是收圓弧的設計 當我們在做天花板包樑 做圓弧的設計 它的大小不一定 如果你的樑特別大 你可能就要做很大圓弧的 一個包覆的設計 那如果樑比較小的時候 你可以換比較小的圓弧 來做搭配 那這個圓弧有不同的方向 看你是要弧形 是朝我們的空間來走 還是這個弧形是要倒著走的 還是只有單純包這個樑的部分 都有不同的一個設計的方式 那有些時候我們也可以用圓形的 石木條來包覆這個樑的邊角 那圓形的石木條來包覆這個邊角 它是包覆性是最小的 但是它也可以達到就是把這個銳利的直角 收掉的一個方式 另外我們還有一種常見的 包樑的設計是對稱的方式 什麼叫做對稱的方式呢 就是說假設有一隻樑在空間當中 它在設計上比較礙眼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再做一個對稱的設計 讓這個樑它不會覺得是一個 很突兀的一個結構 那做對稱的方式呢 有做這個兩邊對稱 或者是四邊做對稱的一個設計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另外一種就是包覆的方式 其實是透過造型來包覆樑的設計 像我們以這個案件為例 我們是用圓形的間接照明 來包覆這個實體的樑的一個設計 也就是說讓這個樑 甚至做一個十字樑的設計 把加入圓形的設計 讓整個空間它不會那麼突兀 另外一種我們包樑的方式呢 我們是做流明的天花板 像我們以這個樑為例 我們做一個長形的一個燈盒的設計 我們兩邊做對稱 中間做燈盒的設計呢 就可以讓這個樑呢 也整個收在我們的造型裡面 再來呢我們最常見的就是 比較有層次的天花板 一般如果我們有一個樑比較 真的比較低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做多層次的 間接照明的一個設計呢 來把這個樑的一個感覺去虛化掉 那有時候我們也可以用 單層的間接照明 把這個樑包覆掉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修樑的一個設計 以上呢就是簡單的提供一些方法 就是關於如果你家的樑太過於明顯 你想要做一些修飾呢 有這些方法 今天就可以來自著名低於 你的眼睛 奇妙的欸 這裡有一個樣子 明顯 我先來自著名的 在那邊 你先來自著名的 你 你先來自著名的 你先來自著名的